范宇怎么观察 我先回应一下 刚刚朱立伦的那一题 因为我在18岁来台北读书之前 是新北市民 所以是非常关心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说 一路看朱立伦这个变化 真的觉得很难理解 刚刚慧珍也讲 其实先从经济的角度 我想补充一下 之前在公投的时候 经济部有讲 就像刚刚慧珍讲的 核四要重启 是要花钱的 那经济部说要花多少 487亿 大家在公投的时候 其实很多东西 资讯是不清楚 这487亿 如果你去用来发展 绿能跟节能的话 事实上那个效果 效益可能是很高的 所以就是经济的角度 第二个就是说 我觉得回到政治民主的话 不管是新的核废料 目前没有一个国家 愿意接受高阶的核废料 那你放在蓝宇的东西 承诺到现在都还没有处理 也是有一个就是说 族群的争议的问题 那所以我讲 这就经济跟民主 那另外就是说 其实就像刚刚讲 从党内的政治伦理 他这对侯友宜情何以堪 就是说你现在为了选 我觉得唯一真的能解释 就是刚刚所讲的 就是说今天朱立伦 因为民调落后韩国瑜 那他看看公投的结果 因为一般民众还不大知道 详细的政策 像我们刚刚讲的资讯 他希望就是 能够起死回生一搏 看看能不能赢过韩国瑜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真的对朱立伦还蛮失望的 因为我原本觉得 他可能是国民党里面 还不相对来讲 还不错的 愿意站在民众 胆敢跟党中央 就是说之前还认同 蔡英文的2025年的 那个非核家园 这是朱立伦在2015年的立场 那他在2013年的时候 也说没有核安就没有核能